老中医蓝奥事件再次升级 蓝哥这是为吃牢饭吗 这个瓜大家都吃了没 没吃的今天好好来吃一下 事情始末大概是这样子的 前阵子老中医不是做了一期 以落水为主题 分析年轻人应该是先赚钱 还是先烈烈的视频吗 那个视频火出圈了嘛 老中医的账号就标到了游戏指数榜的第三位 前面两位分别是小河还有小王 这是二次翻红的节奏啊 然后蓝哥紧接着就发视频 嘎嘎度喷老中医一顿 说老中医站在道德制高点 来蹭人家落水的热度 你们有没有刷到老中医的那个视频 那视频真给我笑懵了 我给大家看一眼 老中医发了一个落水去哪了 这个视频 里面一直教育落水 年纪轻轻 不要觉得赚块钱 就误导了自己的价值观 什么坑粉丝骗粉丝 对不对 你说去那么干这种缺德事的人 他还站着道德的制高点批评别 说老中医嘛上约去赚四块钱 你当时坑粉丝钱 你说他说落水赚粉丝的钱 你说这老中医他三十岁了 他赚这个钱 还在直播间拿老中医老婆 还只算了一顿 12点半是因为 他老婆因为儿子跑了 很着急 很生气 全都怪在老中医身上 所以他老婆又跑了 原视频都还没上 感兴趣的可以到各当事人那里考虎一下 但这个老中医也不是省油的灯 第一时间就开了直播成精 这说起来也巧哈 老中医播了五年的直播间平平无期 但偏偏就是那一场直播 出现了很多非自然现象 比方说连麦突然想起了国歌 又或者突然有人出来六位鸟什么的 具体视频我就不放了 放了也过不了省 之后就是老中医去派出索利拉案 并且发视频表态 不把狼哥搞进去不罢休 不过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 要起诉狼哥的言纳 被排到西伯利亚去了 法院一时半会还真不一定忙得过来 所以狼哥根本没有再怕的 视频还是嘎嘎发 节奏照样嘎嘎带 目前的情况是 狼哥视频发一个 老中医就举报一个 这事都引起了某阴的官方人员注意了 这么下去的话 估计狼哥离换套不远了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大概就这个样子 要我说 这事还得怪老中医 第一人怕猪名猪怕壮 狼哥可是出了名 谁火就搞谁 谁让你老中医有热度呢 第二 卖货就得像狼哥一样 有博爱之心 老中医卖一个散热器 算是四块钱 太暴力了 谁让你不学狼哥 卖货都是做慈善 我坚决相信 狼哥厨厂里面 都是亏着钱在卖的 这几千单粉丝买到的 都是狼哥的恩哲 第三 关于狼哥拿老中医家人 开算这件事 其实也不怪狼哥 谁让老中医有家人呢